一位大唐公主 远驾吐蕃 一尊神秘佛像 颠沛流离 他们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条千年古道 一座豪华宫殿 四十年的漫漫和清路 留下无数美丽的传说 敬请关注系列篇 文成公主 传说在修建寺庙之前 文成公主已经勘测了当时罗蕃的情况 但是 赤尊公主并不想完全遵循文成公主的做法 赤尊公主暗中与文成公主较劲 使自己骑虎难下 松赞干部察觉到了事情的微妙之处 有一天 松赞干部请赤尊公主出来散心 当松赞干部问起剑似的情况时 赤尊公主有些为难 于是松赞干部拿起了公主的手 摘下一个戒指对公主说 这样吧 我将戒指指向天空 它在哪里落下 就在哪里见字 让上天来决定吧 果然 戒指准确地落在了沃唐湖的湖水中 能感觉出当时松赞干部的一种 总体对土博 对块这块土地 如何建设如何发展 如何建造的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政治思维的体系 我甚至觉得 比如说松赞干部当时 娶了文成公主之后 他很清楚应该向大唐学什么 所以当时他选了贵族的子弟们 专门去唐朝 长安学什么 学汉族 他认为汉族那时候 最先进的是什么 是你的天文历法 是你的医术 和你的勘域风水 所以他派的人到了那 主要是学这个 珍藏于大昭寺的这幅壁画 生动地描绘了 当时修建大昭寺时的艰辛经历 文成公主 征得松赞干部的同意后 便开始天狐见死 然而 最初建大昭寺的时候 困难重重 无法在平静的湖面上 建起墙体 建起的墙体一次次倒塌 由于无法把石头运送到湖中 宫妻不得不一再延误 文成公主经过一番测算后 做出了决定 让人们赶着山羊背着石头田湖后 才建成了大昭寺 为了纪念山羊的功劳 还特意在大昭寺里 设立了一个供奉神羊的殿堂 还没有出现拉萨这个名字以前 这个地方的名字是 拉萨 藏语里边拉 是山羊的意思 算是他背着图 或者弄着地 就是山羊这样的地方 就是以前的拉萨 那么现在为什么我们不叫拉萨 叫拉萨呢 因为这个湖已经填平了 这个拉萨这个山羊 建在这个地方上 又建了这个 今天的世界遗产的大昭寺 佛教徒的这个圣地啊 所以里边已经供放了 释迦摩尼等身像 所以大家心目中 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是拉萨 尼玛次人在大昭寺工作了二十多年 对于大昭寺中 有关文成公主的传说和故事 如数家贞 他告诉我们 松散干部为庆祝大昭寺的郡宫 特意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盛典当天 天空出现了无数道彩虹 人们欢呼吉祥静临 大地和谐安靠 这一天文成公主 还亲手种下了一棵 从长安带来的柳树 据说呢 这个长柳是文成公主 当年亲自摘的 而且我们把它称为公主 也把我们藏藏佛教的信徒 叫他释迦摩尼的头发 释发 但是很可惜呢 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朱给枯死了 所以今天我们把他的根给保存下来了 来后人纪念 大昭寺是西藏现存土坡时期最辉煌的建筑 也是西藏现存最古老的土木结构建筑 融合了土坡 唐朝 尼泊罗 天竺的建筑风格 成为藏式宗教建筑的千古典范 建大昭寺的时候 其实是他融会了汉族的这种营造方式 他有藏族传统的 比如说地基墙 这一部分是藏式 但是在斗拱 梁柱 非盐这个上面 柱子上面 营造上面 也有一些汉族的这个营造方式 当时大昭寺是为尼泊尔的赤尊公主修建的 并把赤尊公主带来的 释迦摩尼八岁等身相供奉在这里 后来 丛赞干部又专门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小昭寺 从土坡时期开始 十二岁等身相就供奉在了小昭寺内 建了这两个寺以后 出过文成公主建了小昭寺 赤尊公主修了大昭寺以外 松赞干部还在拉萨周围 根据文成公主 就是算卦的结果 也修了很多的庙 那么修了以后 在这些庙里面 共分着文成公主 赤尊公主带来的佛像 佛经和佛教的法器 在拉萨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 先由大昭寺 后由拉萨城 大昭寺是拉萨的母亲 在拉萨传经 环大昭寺内中心的 释迦牟尼佛殿一圈称为南阔 环大昭寺外墙一圈称为八阔 大昭寺外街道被称为八阔街 以大昭寺为中心 将布达拉宫 耀王山 小昭寺包括进来一大圈 称为林阔 这从内到外的三个环形 变成了今天藏族同胞 转经仪式的路线 可见大昭寺在拉萨市的重要地位 大昭寺的修建 小昭寺的修建 对后来的拉萨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的发展 演变以及这个城市的这个规划的这个格局 这个影响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大 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 来自各地的人们便开始涌向大昭寺 每一天 大昭寺都将迎来八方来客 色彩斑斓的高原圣地 将一个巨大的磁场凝聚了世界的关注 在这条经过无数次风雨的朝静路上 留下了长长的身影 在转经筒的旋转中 人们感恩圣地 也免回那位长安的大桃公主 历史的记忆 含有这个信仰的这个记忆 紧紧的把文称公主 同藏民族的历史 从拉萨这个古老的城市 紧紧的包容在一起 那么就像一个血脉一样 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 美丽智慧的文称公主 不仅使松赞干部一生钟爱她 也是藏族人民热爱和崇拜她 我们不仅要问 一个远离故乡的古代女子 要用怎样的心智和真情 何等的柔长和耐心 才能将千古青史 镌刻在这雪域高原的历史封碑上 藏族人把她对她的这种爱 对她的崇敬 最后面化成了一种神性的历史意识 那么她最后去世了 她在藏族人心中 她成为一个度母的化石 那么大家要问为什么 那么这就是 用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 这就是藏族人对于文称公主的感恩历史 这种感恩历史 感恩了一千三百年 直到今天 从一个宗室女子到文称公主 从文称公主到一个民族的旧式度母 一个女人的传奇命运 穿越八千里路云和月 最终成就了两个民族的和亲传奇 斗转星移中 我们恍然发现 以前三百多年前 年轻豹美的大唐公主 用鲜鲜戏笔开始绘制 第一张唐卡故事的那一刻 她哪里会想到千百年后 自己已成为唐卡中的绿度母 被人们供奉 从此 苏油灯昼夜长铭 千年古寺的生生法号 伴着络绎不绝的朝拜人流 回荡于茫茫高原的上空 一位大唐公主远嫁吐蕃 一尊神秘佛下 天沛流离 它们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条千年古道 一座豪华宫殿 四十年的漫漫和亲路 留下无数美丽的传说 尽情关注 像是把人家的家人 这片土地上的沉睡 果然 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吐蕃王牧群 迄今为止 西藏保存最大的一个王陵墨 就坐落在河湾地带 这里埋葬 这里埋葬着十三代吐蕃赞仆 那位曾经威震四海的吐蕃赞仆 松赞干部和他的爱妃文成公主 就葬在这里 亚龙河水记录着风烟四起 王朝更迭的历史 也陪伴着沉睡在这片异乡土地上的文成公主 千脸流淌 一千三百年来 那么藏族人不断地回忆着文成公主 怀念着文成公主 那么就说是 藏族人把这样一个 一千三百年前 唐伯民族间的这样一个政治轰音 上升到了一种历史的 神圣的 信仰的 这样一个层面之中 古往今来 多少公主 为家为国 远家他乡 以女儿之身 扛起稳固江山的重任 在无数仙弱的女性中 文成公主是幸运者 因为她有一位 深爱自己的丈夫 她更有百般呵护 并深爱着她的吐蕃民众 这些至高无上的崇敬和深爱 足以让她用一生的真情和感恩来回报 实际上 因为这些原因 文成公主 毅然决然割断了思想之情 从此 再也没有回首故乡 离开雪域高原的吐蕃之地 这种政治婚姻却传下了很多假话 就像王兆军 就像文成公主 就像这个 图语红时期的红化公主一样 那么这些公主 他们自己 可以说牺牲了很多 但确确实实是 如果不是他们走出去 那么历史就不会留下 他们那些光辉灿烂的意义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汉族女性 2009年7月 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同仁县武屯上庄的热贡花园内 花园创始人梁本和他的弟子们 一起开始创作一幅弹卡作品 文成公主进藏图 作为新中国城里 60周年华旦的县力 作品的内容 也向我们展示了 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详细历史 算一算前后文成公主 在西藏生活了将近40年 那么40年的光阴 在这样一个远离大唐帝国 远离了繁华都市的一个 长安女子来说的话 那么在西藏这样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能感受一下 回忆一下 他的那种心情感受和想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了这个藏王们去以后 可以说那个心情很崇敬 但也很复杂 一个远离故乡的女子 在完成父皇委托的重任 灵魂却永远留在了异乡的土地 当我们再回到日月山下的道唐河畔 时光便伴着河水回溢到历史 公元641年的冬天 大唐都城长安街道上 一场繁华热闹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 送亲队伍在李道宗的率领下 文成公主赋丧和亲队伍上路了 漫漫长路 遥远西纪 一个大唐深宫的公主 从此将远离中原告别亲人 走向一个陌生的抑郁之地 她想怎样开始自己的人生之路呢 回往故乡 将沉淀她人生怎样的岁月遗痕 将刻下多少沧桑的记忆 走遍西藏的话 在我的这个脑子里面 脑海里面也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就是说文成公主 我们走到哪儿 还能都能听到文成 赞美文成公主的这个歌 还有人们还唱着 这个歌颂文成公主的藏戏 藏戏是在藏族地区流行的 一个独具特色的剧种 被称为藏文化的活化石 在西藏的八大藏戏中 文成公主是其中的一个 重要表现主题 也是时至今日 文整保存下来的 一个历史题材的藏戏 藏戏从文成公主这一出戏 开始跳大概也有 七八百年的历史了 那么七八百年之间 可以说每个地方都有 都有自己的藏戏 跳了这么多年 那么文成公主的故事 有时候也是通过这种藏戏 不断地把它传扬出去 逢年过节 是上演藏戏的最佳时节 在西藏 特别是每年的雪顿节期间 各大寺庙晒完大佛之后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 就是跳藏戏 每当这个时候 藏族群众不惜山高路远 必来观看 这似乎成了百年不变的一个传统 那么前几年我在罗布林卡 我看了他们上演的那个 上演的文成公主 那老百姓围在罗布林卡 前面的那个 前面那个广场上 搭着那个什么 老百姓是年年看 但是年年老百姓看不烦 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是你说他有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不断地吸引着这些老百姓 对同一件事情 同一个人物 却有这么大的兴趣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 已经深深地根植于藏民族的血脉之中 历史虽已远去 但高原之地 无处不留下公主的印记 追寻这些斑驳的岁月 穿越一千三百年的时空 年轻美丽的门城公主 和飘寒鹦鹉的吐蕃藏谱 似乎始终行进在吐蕃的荒野高山 它们相濡以沫 形影不离的身影 永远镌刻在了青藏高原的土地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